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居住在大山深处的苗族人家便忙碌起来 他们亲手制作的瓷疤酸肉 是送给山下洞族人家的一份情谊 村民们陆续汇聚到村主任家中 远方一场盛会正在等待着他们 喜庆之日 竹口屯的洞族屯长谢正全 早早起来查看天气 今天 这个小小的多民族杂居的村庄 将作为东道主 迎来苗家和洞族的盛会 大童年 大童年是当地风俗 两个友好民族村寨 在节庆期间互相串门拜访 团结互助 加深民族情谊 容水的苗族和洞族 曾经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冲突而结下冤仇 互不往来 那么今年 洞家人怎么会邀请苗家人一起打童年呢 广西 地貌类型泛多 从高山到海洋 从丘陵到盘地 多样的环境 不仅孕育出丰富的生物物种 也养育了十二个市居民族 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族群 然而 当1958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 大多少数民族 聚居区的经济和文化 仍处于十分贫困和落后的状态 经济的生存与发展 民族的融合与进步 成为摆在中央政府 和刚成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面前的 时代课题 生存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前 为了争夺土地等生活资源 广西各民族间 民族内各知习间 冲突不断 为了解决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 1951年7月 中央政府派出中央访问团来到广西 金秀大摇山 中国摇族人口知习最多的地方 生活着盘摇 花篮摇 茶山摇 山子摇 澳摇等 五个知习的四万多摇族土包 摇族的治理 一直是历史上 各朝各代当权者最头疼的问题 他们在民族地区 实行领主世袭的土司自治政策 以一制一 分而制之 任其自生自灭 解决金秀大摇山地区的民族问题 成了当时中央访问团的一个工作重点 96岁的苏华清 从年轻时便一直保持着记笔记的习惯 厚厚的笔记 记载着他伴随大摇山风雨变迁 走过的大半辈子人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大摇山匪患严重 摇族五个知习之间 也由于贫穷 时常为争夺山林 耕地和水源发生争斗 当新中国成立 在迅速平定了大摇山匪患后 中央访问团与金秀大摇山 摇族五大知习的二百四十六名代表 苏荣生 苏华清的儿子 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苏荣生 受到良好教育成为一名作曲家 苏华清的孙女苏乔磊 是金秀文化馆群众文艺辅导员 今天她在帮助朋友们排练一台 表现五个摇族知习的家庭服装秀 像这样五个摇族知习和睦相处的场景 如今再平常不过 民族融合互帮互助的故事 同样在金秀县和向周县的壮族和摇族之间发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许多金秀摇族人 迁移到向周县的上平村 村里的壮族和汉族把房前屋后的空地让出来 给瑶族同胞建造房屋 年复一年就衍生出了一个金秀上平村 这户人家同一个屋檐底下 住着分属两个县的两个民族人家 这是向周壮族人家 生活了三十多年 今天上平村的壮族和瑶族村民们一起修建田间小路 两个村已经不分你我 他们共同出资修路修建小学 和瑶族兵客如约而至 洞族的炉声响起 苗族的炉声应和 欢乐被点燃引爆 如今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早已消灭在友善和互助中 昔日的打冤家变成了今日的大童年 连欢一直延续到傍晚 四百多个意犹未尽的客人被热情的主人留了下来 这个夜晚 每户人家的窗户里 都闪动着民族交流的温暖光芒 贫困曾直接影响了民族团结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 自治区成立六十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央政府在广西实施了一个又一个 重大扶贫和民生工程 帮助广西各民族斩断穷根 快速发展 百色革命老区填阳 广西落月文化的发祥地 纳满镇是一个壮族居居地 过去这里生产方式单一 人们守着一亩三分地单打独斗 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 八年前 黄广华的果园里只种有一百多颗芒果 一年下来收成很少 2012年以来自治区政府把产业扶贫开发和城乡土筹扶贫开发结合起来 给壮乡农民带来了规模化发展的新思路 2016年在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扶持下 黄广华与27户农户合作成立了乐农芒果专业合作社 芒果种植面积扩大到300多亩 规模带来效益 今年黄广华的芒果园迎来了大面积丰收 除了传统的销售方式 自治区政府在农村扶持推广电商平台 芒果通过网络加物流的方式迅速发到全国各地 中国有政策销售有保障 在广西千千万万像黄广华这样的果农 免出了后顾之忧 如今的新立村缺水泼地改成梯田 自动喷林安装到地里 种植业一片红火 全村昔日破旧的瓦房 变成了壮壮错落有致的小楼 壮乡人走上了产业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南丹县里胡瑶族乡地处云贵高原余脉 这里卡斯特地卯特征明显 在外人眼中满是风景 但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白裤瑶来说 却只意味着贫瘠和艰难 曾经因为耕地稀少 黎荣兵的劳作收入只能勉强解决一家酒口人的温饱 小小的毛毡棚房遇到下雨 是一家人最难过的时刻 2017年6月 广西最大的扶贫搬迁项目 南丹县千家窑寨万户窑乡 异地扶贫搬迁旅游开发项目 拉开序幕 国家投入近14亿元资金 建设异地扶贫搬迁安置房2471套 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 异地扶迁1.35万贫困人口 六个月后 黎荣兵一家迎来了乔迁的幸福时刻 向美国的国家开放置新闻 处理学生 向美国家开放置新闻 作用比较软火 原来他是十五花 不止重点 前程卖高颅 那个鲍兽 万费 黎绒兵全家九口人搬进了158平方米的住房 这幢总价23.7万元的新房 国家补贴21.8万元 黎绒兵仅需交纳1.896万元 黎绒兵如今在新家附近做自己熟悉的建筑工作 儿女在新家附近的小学上课 乌漏偏风连夜雨的艰难 终于不再困扰这些白裤摇包 兽之乙雨不如兽之乙雨 直接给予物质帮助不是长久之机 帮助百姓掌握创造财富的方法才是根本出路 两千三百多年前 潘彦琴的洪瑶祖先迁徙到这里 用双手在荒山上开坑 以种植稻谷和辣椒为主 山高路远 一代接一代的洪瑶人 仅能依靠单纯的勤劳维持生机 这样的日子 生于90后的潘彦琴 一天都不愿意再过下去 太艰苦了 不想过这种生活了 然后在外面也自己奋斗一下吧 2003年 水泥道路修到了高高的龙脊之上 山村还连上了电网 当地政府引导村民 以公司加景点加农户的模式 运营声名远洋的龙脊梯田 龙胜旅游扶贫模式 开启了振兴乡村发展的大幕 种田有补助 门票有分红 洪瑶人不曾想到 从种地到种风景 一个观念的转变 祖辈赖以生存的梯田里 开始长出金山银山 12年到这个17年 五年金的变化 就是可以说呢 每年的收入 整个村都是翻一翻翻一翻 在外闯荡的潘彦勤 回到家乡 与来自黑龙江的东北小伙结缘 我也来离一下吧 对啊 教你 对 小心 两人结婚生子 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旅馆 像你是你在天边 和世界经济接轨 与市场经济接轨 与当代社会融合 瑶族人的观念开始发生 根本转变 水土流失 鸡眼裸露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石墨化土地 自治区派来的技术人员 因地质疑 知道群众改良种植野生毛葡萄 喀斯特山区里 长出了木老族人的智富国 在桓江当地大力发展 香猪 香牛 香牙 香米 香菇 五香食品种养业 有机生产的特色物产 受到市场追捧 毛南族同胞开始走上致富路 桂林市草坪乡是广西唯一的回族乡 当地政府将回族文化 离江风景 核心农业与草坪特色串联整合 尊重回族文化 尊重回族人的风俗 发展特色旅游 休闲竞技 经族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 经族同胞传统的单一打鱼方式 正在发生改变 鱼业 农业 养殖业和旅游业 立体化开发 经族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民族 龙马村 广西水族聚居地 水族人数虽然不多 但政府帮助他们修建了活动场所 龙芒之鱼 大家聚在一起跳水族舞蹈 这是龙马村水族人最喜欢的娱乐 这首经典的广西歌曲 创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生动表现了 遗族姑娘敢须归来的喜悦心情 创作者的灵感 来源于龙林各族自制线 龙林境内除汉族外 有苗 仪 割劳 壮 四个市居少数民族 民族文化多姿多彩 被称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 新中国实行各民族 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 在龙林 每逢苗族的跳坡节 遗族的火把节 哥老族的长心节 都以法定的形式 全线放假 一起庆祝 夜以丧耕 大山深处的高顶村 还有一群人在梯星带月 赶攻建新房 这里流传着一个百年传统 一家建楼百家邦 为了隔天中午的吉时凉晨 能够按时上凉 五十多个前来帮忙的邻里乡亲 轮班上阵 从白天干到天黑 一天一夜不停歇 他们来帮我 总是半夜一点钟来帮我 帮到今天帮到天亮 过去 来帮忙的大多是亲戚和本族同胞 现在高顶村无论哪一户人家建楼房 各族群众都来相互帮忙 和亲木林之间 其乐融融 木楼框架终于按时在上凉前完工 吴世荣在村里 动族 鸟族 壮族同胞的帮助下 顺利地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从乡村到城市 各民族互敬互爱 河中共济的行为 从自愿走向自觉 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老旧小区 低保护 残疾人 孤寡老人 占了三分之一 2012年 这个拥有两千多户居民的社区 自发成立了一个拥有近三千人的 能帮就帮协会 大家互相帮助 互献爱心 大家很和睦 而且互相帮助 这里做的是最好 以此为发端 能帮就帮 赶坐善成 逐渐演变成为 南宁这个壮乡首府的城市精神 和亲牧林 能帮就帮的故事 每天都在上演 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广西十二个市居民族 心情耕耘 收获幸福 和歌声声 成为八贵大地 最和谐 最温暖的 动人乐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复